歡迎來到本節的新聞直播間 我是赤米摩 朋友一台CX3被焊接跟切割的替賽 談到該怎麼處理 啊談到是燒灰搭了嗎 還是怎麼樣 施工腦袋進水 人家人在家他也不叫人移車 有傷到沒燒焦 如果是鐵粉黏在板金上用鐵粉藥水應該是可以清洗的掉 預算100推薦哪台外匯雙低 100現在還可以買到什麼外匯雙低啊 16年左右好像都超過 我今天才稍微研究一下 你CLA也超過 然後你300是一定超過 啊300其實現在16年如果陽春一點應該買得到了 賣得越久的二手車反而漲了牌價 不一定啊有時候會因為這個成本越來越高 其實齁坦白說以二手車來講的話放越久成本會越來越高 因為他場地租金還有維護費用會是一直增加的 那有時候如果放著又壞這個壞那個發現 檢查當中又發現壞什麼東西 他其實會持續的一直在墊高成本 都有可能 你是說我的嗎 如果是我的狀況是這樣 別人我不曉得了 有沒有黑斗的現象 博序一般如果要看汽車 我們黑斗 我講解一下黑斗好了好不好 我們這樣沖掉 黑斗其實叫做氣缸桶 氣缸床 氣缸床 氣缸床裡面有很多 引擎裡面有很多的水路跟油路的那個水道 水道是穿梭在這個引擎裡面的 那正常來講水跟油是要分開的 這個水是用來把引擎裡面的熱帶走 好我簡單跟這個比較不懂的這個原理的人分享一下 所以我們才會這個水車子有會有一個水的循環 為了要散熱 所謂那個就沖掉 沖掉就是指你的水路已經因為這個引擎的高熱 然後產生了破洞 所以水路跟這個油路啊 水跑到這個油裡面去 然後產生一個混合 有實驗精神的人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家裡的比如說沙拉油 你把它沾在手上是會油油的 但是你如果加了一點水下去 再來搓這個油會變色色 也就是說如果油跟水有產生一個混合的現象的時候 就會增加你的摩擦力 那本來機油的潤滑是要來保護你的氣缸 氣缸跟氣缸必會摩擦 好不好 跟KY的原理一樣 潤滑用的 那一旦這個機油裡面有水進去 它就變塞塞色色的 那就會溜潰 不是 引擎就會鎖缸之類的 就會刮傷 那黑頭沖掉就是這樣 那一般最簡單的檢查方式 我們在看就是打開這個機油蓋 或抽這個油尺 看看你的機油 有沒有呈現一個博朗咖啡的顏色 或者是我們開了機油蓋 去看你的機油蓋上面有沒有附著了很多 提拉米蘇之類的咖啡色的東西黏在上面 蛤蛤這樣 那就是它的水氣啊 一直蒸發上來 那就會激在這個機油蓋上面 所以你掀開就會有 那個就是你沖掉了 油水混合 那如果比較專業 我們會用一些這個水路蓄壓的啊 之類的東西 對 氣缸床墊變沖掉 對啦 所謂出怪手應該是引擎被 被敲一個洞啊 或者是這個氣缸 那個突輪軸啊 斷掉飛出來 打到蓋子啊 之類的東西 這個才會出怪手 那一般沖掉就是 會吃水 你的水會一直減少 你附水箱 你沒有漏水 但是你的水會一直被吃到這個 油露裡面去 那也有分小沖 大沖 小沖就是你還能開 開起來溫度也都沒問題 然後只會少一點點 少一點點 如果大沖的話 基本上就不能開了 修理其實還有分啊 其實修理還有分 我覺得這個水蠻深的啊 其實在這個 氣光床墊片更換的這個修理啊 也有分全套跟半套 全套要做的是 全套花費的金額大概是半套的一倍以上 不是你們說的那種半套全套 我說的是修理這個 氣光床墊片沖掉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跟它的工 跟更換的東西 品項多還少 都有關係 跟這個價格都會有影響 可以問五代氣光床有問題是通病嗎 五代 五代 五代是哪一代啊 五代喔 五代如果是氣光床的話 那不是通病啊 我知道五代哪一代 03年那一代 買一年二手就黑頭 我跟你講齁 其實買二手車很多 你遇到黑頭的啊 我跟你講 通常就是之前已經黑頭 沒有修理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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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發的機率很高 而且車開起來沒力的不順 然後石油很傷 對就是那個 那個應該是什麼 韋傑齁齁齁 一樣齁 其實很多買二手車也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它當初修理 不是修理全套的 你回來就會像博訓一樣 買一年就會抖 有可能 那那個我覺得 剛剛講五代CAMBERRY的 那個沖掉應該是個例 因為沖掉大部分都是因為什麼 你知道嗎 你引擎失水 其實很多人開車不習慣看溫度表 溫度已經上來 他都不曉得開要爽 開到引擎熄火 過熱嘛 那通常這個時候 很有可能已經沖掉了 那他如果再修半套的出來 就有問題 所以如果是CAMBERRY的話 我覺得應該大多的老車會沖掉 都是因為過熱 其實一般我們 我如果跟你講 聽引擎的聲音 看引擎的狀況 就有點太循 我們打開這個引擎蓋 看引擎室裡面的機件 其實我們會有一種 應該已經是一種習慣 因為我們有經驗看的車多 所以照顧的好的引擎 照顧的不好的引擎 甚至引擎一掀開 我們通常就知道 這個車通常都是停在外面 還是停在車庫 還是停在室外 但是有遮雨風的地方 等等 其實很多 我們只要一掀開 應該都看得出來 我沒有好想你們 我沒有要深化自己 我沒有說我們很厲害 而是如果你們跟我 或是跟柯P一樣 我們看過數以萬計的車子 我自己都數不清幾台 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是會有一點點的感覺 我們是真的可以用經驗感受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跟你解釋說 我們孤車看過他曾經修理過黑洞 再來一個就是 我們會去看一些引擎螺絲的拆卸 它的膠、氣缸床的一個狀況 有沒有換過的跡象 等等 很多喔 很細喔 什麼東西壞掉會發生黑洞 選二手車要怎麼避免 水路啊 很多啊 水磅壞掉也會黑洞 漏水水管壞掉也會黑洞 水箱破掉也會黑洞 主要其實是水路過熱的問題 引擎沖調味道 那個是水箱精的味道 對 那個是沖調的當下有味道 但是整理好之後就沒有了 油店神黑二手家會好嗎 來今天我聊到油電的神 油電車啊 基本上我再跟大家解釋一次 現在往前看 油電車其實折價的幅度蠻大的 那是因為可能普遍性不足啊 大電池還貴啊等等的很多東西 那未來其實我還蠻看好油電車的 其實我覺得 我看好油電車比純電車 我覺得還來的看好 因為純電車有個充電的問題 那油電車沒有 你只要固定讓它有油它就會活著 所以我覺得以未來的 也許我隨便講10年來看 應該還是一個還蠻有力的一個東西 而且再來一個就是 Toyota因為它賣得夠久 它2003年 好像2001還是2003啊 我記得2003開始油電車到現在 欸16年了 我覺得未來它如果說可以 把這個電池現在慢慢的齁 從電池從這個10萬到8萬到6萬 到現在原廠應該5萬多塊 大電池目前是差兆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那個 外廠已經有蠻多廠家會修這個東西 外廠修大概我記得大概3萬多塊 如果未來這個技術越來越成熟 越來越都會 外廠修得很便宜 或是原廠一直壓低這個價格 我覺得油電車後市還蠻看好的 中古Camry油電可以買嗎 欸我講真的聖雄 如果要買齁 我這樣講好了 有人問過我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大電池大概可以生多久 那我們目前我覺得沒有一個 真正時間上的統計 那我有里程的統計啊 正常來講里程在12萬到18萬之間 都有聽過換大電池的案例 然後當然少數更少的啦 也有少數更多 有的20萬還沒換過 我自己的感覺 平均起來里程數在15萬左右 有機會換到大電池 那你問我說 國產的油電Camry能買嗎 那我之前在拍Pureus C的影片的時候 YouTube上面 我有講過說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 計程車司機朋友啊 因為這最大宗嘛 當然也有人真的開20幾萬的Camry油電 沒有換過大電池 也戰不絕口 但是有人也講到沒有一塊好 不過統計下來 很奇怪 雖然他們聲稱用的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這個 國產的油電Camry的電池 壽命好像依照統計數字來講的話 好像會比這個Pureus 還有Pureus C的這個 電池壽命來的短一些 這個是看到網路上面很多 小惡魔啊 很多大家統計起來的一些社團 我看到的東西是這樣 所以你說能不能買 我覺得如果在里程數 不要太高的狀況之下 你不要去買已經跑12萬 13萬公里了 10萬公里以上 我都覺得有點危險 如果里程數低低的 我是覺得 價錢合理應該還是可以買 Lasus的油電二手架好嗎 目前看起來450H是不太好 折價蠻高的 油電煞車系統壞了 好像是大錢根 對啊還有人說方向機系統 不過我覺得那個 畢竟目前看起來還不太多 油電車還有更貴 電池模組 對啊我剛剛講的就是電池啦 換什麼ARIS 你不要換ARIS好不好 你是沒錢 你不是沒錢 你不要去換ARIS 真的啦 那個車不要去換那個車啦 朋友才告訴你啦 好不好 以後電池可能是最大的污染 這雖然我這樣講 很沒有世界觀 可是我真的坦白話講 其實電動車 反而就是一個假議題 我為什麼說電動車是假議題 你想想看 就做一個假設的問題 全台灣的車不要說全部 只要一半的車改成電動車 晚上就會插電插下去 你要發多少電給他充電 好那我記得這個有人去精算過 我們不是科學家 我不是科學家 我也沒辦法算出什麼幾度電 但是你們可以去搜尋一下資料 他的資料上面寫三分之一的人 三分之一的車換成電動車 他也不是講一半 我是講一半 大家晚上回家一起插電充電 你知道他用掉多少電 你火力發電廠要燒多少東西 你的核能要蓋幾場才夠 所以其實我覺得 說環保啦 說什麼那我覺得那都陷入了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我跟你講我覺得 有時候會覺得活到這個年紀 覺得人就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小師都不去參與政治 太渺小了 因為我們去弄這種東西 不是我們的東西 對不對 學會投資 比如學會投胎 平民就想辦法賺一些錢 過生活就是這樣 那我們也沒有比較高端 對不對 我們只是開了一個稍微有一點點規模的雜貨店 然後讓底下的人都家裡都有飯吃 可以照顧老婆小孩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還有去弄那些東西 有錢的人才會想要有權 對不對 我們沒有錢 錢就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你看台灣 一直在選舉 在選舉 其實我講真的 我在這行快20年 選舉真的會影響經濟的賣動 我自己的感受是這樣 一到了要選舉 很簡單嘛 我敢說 現在這個階段 沒有什麼人敢買房子 要買房子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 大家不知道明年選完變怎樣 那我就先停頓下來 我先等明年的局勢看怎麼樣 我再來考慮 很多重要的決策 以個人來說 經濟上的一個決策 你就會在這個時候做一個停 我的經驗就是 每次到了那種要選舉的時候 其實台灣很多的經濟 除了民生必需品 吃飯 喝珍珠奶茶 吃雞排 那種的 有在動 其他其實 奢侈性的消費 其實是很停滯的 嗨,林隆,謝謝你看完Kids 所以鴻鳴講得沒有錯 這個是我這20 快20年的 在這個行業的體認 我覺得 民主很好啦 對啊,就是 看可不可以大家協調一下 看要不要集中同一年選 比較乾脆 U6跟RAV4怎麼選 一定是選RAV4啊 沒什麼好講 呵呵呵呵 你問我要問錯人了好不好 OK 1.5渦輪 15年4 其實福特我想坦白話 那個 ST-Line那一代 第四代 我覺得比較划算 包括那個 車子的大小空間啊 然後配備啊 然後 可是我覺得ST-Line可以在等 我覺得明年 明年如果要買Focus的人 應該明年會比較便宜 有看直播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台2019年 2019 今年的ST-Line 新車89萬9 如果是車商在收 大概會在70到75之間 直接跟你們拼命 沒關係 那賣出來可能會在70 尾巴80萬以內 大概也是跟新車差10萬時出 因為當年車嘛 可是馬上就要跨年了 那我預期啦 現在如果你們要買 可能會在78萬這邊 80萬 78萬 80萬這邊 那你如果明年再買 我覺得應該有機會在 70萬左右 70萬左右 應該會少個20萬 我預計啦 因為我不知道明年的狀況是怎樣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1.5渦輪和Focus要怎麼選 那是Focus 怎麼又問我這種問題 7人做推薦車款 看預算啊 像我剛賣一台Odyside Odyside還不錯啊 可是Odyside很貴 Odyside新車100 我記得166萬是不是 我那台有加日本大包 一些選配的東西 我那台好像賣120吧 118的樣子 純手牌有推薦嗎 現在手牌車沒幾種啊 好像標誌還有在出吧 還有什麼車 86BRZ 我有開過BRZ的 然後 還有什麼手牌車 還有什麼手牌車 出手牌我就買 好像沒有什麼手牌車 舊一點的才有吧 C RV跟RV4 那就真的要看你自己爽了 其實C RV跟RV4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假意敵的一種 不是啦也是假意敵 就是沒什麼好比 這很單純就是看主觀 我覺得買東西 當兩個東西相近 不要說性質相近 長得不一樣 很單純 這兩個東西都屬於台灣 屬一屬二的汽車品牌跟車款 那這個時候 你就要去問你自己 你喜歡哪一台 去著作看啊 開看看啊 看一下外觀 看一下內裝 你喜歡哪一台 開起來的感覺 做起來的感覺 看起來的感覺 你就買那台就對了 不要想太多 三缸L2 以後會修到 不知道 可是其實我 我Fiesta 1.0三缸 目前遇到 2014年到現在是 問題 有遇到過 但是 還好耶 沒有想像中的 BMW 323的評價如何 10年的323 10年的323 其實我覺得有點 小黑你問的是不是 190 192的那一款 我不喜歡耶 那你要問我說 不喜歡的點 可能是開起來的感覺 可是它變速箱銜接 沒有那麼 我覺得下一代 F4代會 開起來會差很多 MX5有出手牌呢 後來 MX5 出手牌 我怎麼沒去買 我之前講說出手牌 我就買 結果它真的出了 我沒有買 MX5 我目前還沒有 機會 收到過 我有機會想去做一下 因為我以前 我做過那個 SLRK 我覺得它那個 兩人坐 純雙人坐的那個椅子 前後椅的幅度 不太小 我會腳 我會腳 比較長 我會腳 比較長 所以都會頂到 中控台 開起來就會很憋 很不舒服 MX5 我還沒試做過 下次我要做做看 KUV100 手牌 那個是不是印度那個啊 有機會 我實在也想看看 那是什麼東西 14年馬六汽油 目前還沒 盛小龍 那個14年馬六汽油 目前還沒遇到什麼問題 我兩年前買了一個12萬307 現在15歲 15萬公里想脫手 是不是幾能報備 對啊 Frank 現在307 很遺憾的告訴您 可能舊換新政府的補助會比較好 要不然就自己在社團裡面買 看有沒有人家接手 Oh J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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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a超帥的 Pinis 講到那個 Julia 我以前很喜歡 Alpha的147 147 有幸運草的 那時候幸運草叫什麼牌子 我也很忘了 太久沒有蓋著 忘記了 反正有幸運草的147 哇那個紅色 Oh Alpha那個紅色的147 帥 讚 147 讚 我記得好像有3000 還是四輪團動 其實我也忘了 07的325 評價好嗎 基本上 190 192的 320 323 我 算B&W裡面我目前比較不喜歡的一代 可能是因為它上不上下不下 就是190 192 現在這個年份 會處於一個感覺 146好像還比較便宜 然後比較紮實 然後比較好維修 F4 又好像覺得 東西比較新科技比較高 看起來比較好看 所以我覺得它的價格 跟它的狀況 會卡在一個 很像是家裡三兄弟當中的 老二一樣 沒有 沒有小的得宠 又沒有大的 金銘 卡在中間 就覺得很怪 五年內的雙田 各系列的時候 可以買到原價的 原車價的五成 現在是這樣 你們如果要看一些車熱不熱門 基本上如果一些不熱門的車 二到三年就要折半了 但是如果折半 我覺得折半應該是車商入手的價格 那你們消費者要去買 就是車商入手的價格再加上一到兩成 比較不那麼熱門的車子 你可能兩年至三年就要折半 那你如果比較熱門的牌子 最熱門的牌子 像FIT那種 可能你要到五年才有機會折半 FIT六十六萬 2014年 FIT五年還折不到半 折不到半 那太熱門 artist 14年 artist就差不多 大家不要看 14年那一款artist 我上次在網站上看到一個 那個 算式啊 什麼 什麼新車價乘以1.2%減掉什麼 那算式很長 然後說這樣可以算出折價 我想說 那媽哪裡來的數字好厲害 怎麼可以把它換算成這種 一個算式 基本上每個車跟股票一樣 沒有辦法預測 什麼時候賣得好 什麼時候有缺 什麼時候供過於求 什麼時候 沒人要買 那價格基本上 它的掉得快 跟掉得慢的幅度 那再來一個 經濟如果停滯的狀況之下 車價就會掉得很快 你如果說大家 持續的二手車 是不熱絡 那大家就會一直修正價格 一直修正價格 一直修正價格 那你的愛車 車價就會變得很差 有時候這個市場 不是我們在 不是我們在控制的 其實就是市場反應的 Mobo XC60 其實我之前有賣過 可是那時候還沒開始拍 Mon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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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年我不曉得 因為Mondel 我從 5年前賣過 1台13年的時候 我就再也不賣 5年前 對我也5年沒賣過 Mondel Skoda後勤好嗎 目前看起來 VAG的車就是瀑瀑 Super B 5年保護後勤不錯 B4車5年能折半嗎 2014年 5年好像也折不了半 反正車子的價格 我覺得 不太能去預測 其實 有時候像我之前 那個馬三的影片 大家都想說 哇這麼好 你看 收76 賣82 價格 還有剛剛那個Kids也是 剛剛那個 YoutubeKids影片 我買60萬 我賣65萬8 對不對 你覺得好像一個轉手賺個5萬 好像很好賺 可是其實 其實我覺得這裡面的東西 要講的東西很多 我一直不想要在直播啊 或者是螢幕上去講太多 太細的東西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不管你們 第一個是說 即使你們看到 他們說你太矯情了 你們在那邊講說你風險多高 風險多高 你買一台60萬 賺5、6萬 你跟我說你有風險 可是我想跟大家講 以Kids為例 它真的是有風險 我不知道適不適合說 明年 就這個年過去 你們在二手車市場 就可以看到很多Kids 那會不會掉價 我不曉得 就是說 我意思是說 當它供給有多出來 有端東西出來的時候 那你很可能會造成掉價 所以 我預測這件事情 所以我要快一點 把這個車注意掉 萬一這台車我真的放到明年的話 我真的會GG 因為如果有人端的一批露出來的時候 我就死掉了 那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可能 在這一行的敏銳度 或者是透過一些關係 提前知道一些資訊 我要快一點 活力多銷 要不然依照這個Kids的狀況 正常來講 其實Kids這個車 現在已經有一些車行 已經陸續有了 我上次看到一個團王連續 一次買三四台回來 其實他們在賣 都是大概68萬左右在賣的 我賣65萬是因為 我預期到 會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要快點把它處理掉 買一台車回來 就真的很像是在賭博 壓輪盤 我壓21號 壓15號 這個真的是有風險的 沒有滾開的 那今天 有一個 來自取衣服的 問我一台車的價格 我說應該是25萬左右 他估車 他說那28萬有沒有可能 29萬有沒有可能 我說其實 25萬可以買 26萬27萬28萬29萬 都可以買 很簡單 差別就在於說 買29萬我風險高 我要不要拚 就很簡單 你的車種 我覺得沒有拚的必要 賺錢啊 我跟你買那麼高 那一不小心賣不掉 我們就創賽 29萬我不想賭 我只想賭25萬而已 我覺得就25萬 車是你的 錢是我的 對不對 你可以不要賣我 當然我也有權利選擇說 我要賭多少錢 其實簡單講就是這樣 有時候 客人會這樣 我比如說 我覺得25萬 那他出去問25萬 他就賣人家 他覺得多5千很爽 其實有時候 他搞不好回過頭來找我 26萬 為什麼 因為我賭一口氣啊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 是這樣很難講啊 然後再來一個 就是說 當你看到我們 你看小四賣車那麼快 哇 你賭中國車很好賺 那這個部分 我也覺得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可能大家看我這一年 這兩年 然後有一點知名度 欸 開個直播 有擺來一個人在看 對不對 怎麼不錯 哇 做日子這麼好賺 哇 一直賣 第一個 我前面18年 做了多少的努力 或是白工 或者是 付不出水電費的日子 對不對 我們在努力的時候 你不知道的 然後你知道 只有看到這一兩年 哇小四 還上電視 哇 很紅的 哇厲害 賺好多錢 賺好多錢的事 我等一下再講 但是基本的 我講了 我們前面18年 基本上是浪費掉 我啦 對我來講 因為我一直碰壁 然後一直在做一件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的事情 可能你看到的 就是這一兩年 啊就很像 這感覺就很像 我們到了一個 我們社畜有沒有 社畜 到了一間公司 你想要幹 那個經理他媽的 腦滿腸肥 一個月領食十幾萬 他媽每天他媽只會在那邊 只來只去 他看他也沒什麼事情 吃飽多錢 幹一個月領食幾萬 他媽的我累得要死 媽一個月才領三萬多 那你有沒有想過 他前面 是不是已經賣了二十年三十年的肝 你看到了嗎 你看不到啊 你只會覺得 在你看到他的時候 你只會覺得 喔一句話反 幹好爽 只會出一張嘴 媽這些老人 他媽站著毛分不拉屎 對不對 你媽不換位 讓我年輕的上去 齒輪怎麼會旋轉 社會怎麼會進步 公司怎麼會進步 可是他 花了多少的努力 做到那個位置 你不曉得 那當然如果他跟老闆 是姓同樣一個姓 那就有點拉美論 好不好 那第二個 我要講說 有沒有賺很多錢 這件事情 我沒有在 銀光幕前去講這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講這些太矫情 我們常常在講說 我們幫你做多少事情 但是其實 除了做多少事情 延伸的成本以外 除了你們想像得到的場地的租金 人事行政的費用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是合法的開發票繳稅的公司 所以我們要繳稅金 那這個稅金是累進的 我們想著薄利多銷沒有錯 問題是營業額 因為我們多銷 我們營業額是一直累累計的 年度的一個 我記得是中所稅 營業稅跟中所稅 我們都不講 中所稅這個部分 它是會跳趴數的 在場的 有沒有這個 會計相關 經濟相關的人 因為我對這個 其實都會計事實在做到 我不懂 但是我大概知道 你到達了一個營業額 年度營業額 它會把你抽的趴數 在可能比如說5趴跳成8趴 甚至跳成10趴 十幾趴 我不曉得 我大概知道是 會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所以當我薄利多銷的時候 雖然我賺的不多 但是那營業額 會一直疊加上去 那好 不管它疊加到什麼程度 到最後它會 它會 反過來 一年可能 跟我收取一個 稅金之後 我這些稅金 我繳這些稅金 必須要再 回推回來 品牌給我賣掉每一台車 所以也造成每一台車的利率又變少 大概就是這個含義 那這個東西其實 我沒有 常常講的這麼 這麼多事 我覺得很矯情 不如說 我賣你車 賺你錢 我還要贏得掌勝 我們沒有那麼高端 沒有那麼大器 我們還是講 我們就是賺錢 那至少就賺你這個錢 不要說 他媽的 騙你說有保固沒保固 結果最後沒保固這樣 跟你說有事故 結果沒事故 結果最後有事故 跟你說沒條表 最後有條表 幫你們換一些東西 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服務這樣子 不太喜歡講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隱性的 大部分人不知道 而且這個稅金還分兩個 一個是年度的 還有一個是每兩個月要抽一次的營業稅 反正就是稅上加稅 可是我非常的支持 我講真的 我個人很支持這個稅務 我覺得賺越多的錢就是要講越多 Hillis 你看 那媽的 這個職業Google的 對 這個 開好幾間公司 這個 我的會計師也有 建議過我 可是 你要開公司 好像必須要有一個 你的 要有一個自己的房子 或地址 或是租約的地方 才讓你登記公司 所以 我 後來卡在這邊 因為我只有一間房子 啊 我只有一間房子 我不是那個 不要再講到政治 嘿我差點講到政治 呵呵 反正我只有一間房子可以登記 我也不知道怎麼登記兩間公司 對啊 反正就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 我覺得其實稅金這個東西的 壓力其實蠻大的 對啊 壓力其實蠻大的 那付起來有時候一次跟你討 是真的蠻恐怖的 我還是聲明 我覺得本身 覺得繳稅金這個東西本來就是 但是 其實還有很多看不到的東西 比如說 假設 我一台車買10萬回來 我整理了五萬 然後我賣二十萬 那 這個五萬塊的 烤漆啊 也好啊 或者是這個 呃 買一些配件啊 做一些維修 皮股維修 其實這些都是沒有發票的 所以 到最後呢 稅務機關跟我抽取的是 十萬到二十萬 這之間的稅 因為這五萬是 沒有辦法報稅的 很簡單啊 我去跟 烤漆兩萬五 我去跟休息長說 發票 好加五趴 靠腰 啊他給我加五趴 然後我又放進來 然後再去解五趴 靠腰我是一樣的意思 兩趴 變成爬籃出去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大部分像我們這種 像我們這種 地豬啊 通常都 欸這可以講嗎 就是 其實 屋主都不太願意讓我們 報稅 也不是不太願意啦 屋主其實講法是一樣 你可以報稅啊 那反正我就是外加 對不對 租金在外加 對我來講一樣意思啊 好啦 時間差不多啦 反正我要跟大家講 沒有啊 我是一定是賺錢的啦 不賺錢 我沒有辦法營運 那 呃 我只是想要解釋說 其實當中有很多 看不到的 費用 算不到的費用 甚至 這些永久服務的費用 那 都是看不到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後來 我在這樣那麼久 我也發現一件事 每個人對於賺錢的定義 是不一樣的 好啦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阿媽 又在抱怨 我就很不喜歡這樣抱怨 我們要免正能量 好不好 啊所以 我常講一句話啦 就是我們如果真的 過得去 然後如果可以做一些公益 我們是一定會做 但是在那前提之下 我必須要維持這個 公司能夠持續的運作 那這個公司如果 不能運作起來 倒了 其實影響的不是只有這些 員工 那我們也對不起 這麼多年來 跟我們買車 需要我們繼續幫他 服務的這些朋友 如果我收起來 我倒掉 我做不到 我倒了 我死了 我死了 我要去國外了 有沒有 捲款 然後去國外自己爽 對不對 那我就對不起這些 有 有款可以捲還不錯 阿媽 沒款捲直接倒了 有沒有 好啦 沒有網安局阿媽 阿媽 阿媽 我們沒有網安局聽阿 好不好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要那個 那個媽的 要 婊子還想立貞結牌法 我們也是他媽 本事快的 好不好 阿去抱怨這也沒意義 反正 大家看緣分阿 不會倒就是不會倒 阿倒了也沒辦法 好不好 大家晚安阿 這個按讚訂閱加分享 對 大家都不會倒 好不好 下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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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不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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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掰掰 掰掰